忘记了Gmail的密码应该怎么取回 所以我现在来新申请一个账号 我在网页里面我开了无痕模式 这个无痕模式就是去模拟 我现在并不是用我自己的账号登录的 那我输入gmail.com 输入gmail.com的时候 它就会跳到这个页面来 然后这边有一个建立一个账号 新式我就故意打英文的 重点就是这里了 后面是小老鼠gmail.com 大家都一样 我就打1688 因为刘芳运跟刘芳运168都有了 刘芳运1688应该没有吧 然后密码我自己取一个 然后按继续 果然没有这个账号太好了 好这时候呢就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你这边挑选你自己的国家 好那它预设会抓你自己目前的所在地 它会用IP去抓 好然后记得这边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然后按下继续 好这时候呢它就会传一个简讯到你的手机 好我已经收到简讯了 然后按验证 好所以这个账号已经建立完毕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备源电子邮件地址选填 如果是你第一次注册这个email帐号的话 你并没有任何email的话 你这边是没办法填写的 那你可以填你的朋友 跟你信任的朋友 如果你真的没有朋友 那你就不要填 好因为已经有手机了嘛 所以按继续就好了 好这边要你填写 请填入出生年月日 你可以乱填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为什么呢 你以后忘记的话 它可能会要求你填写你的正确日期 那你如果忘记了 你又不知道要填写正确的日期 到时候你取不回密码就麻烦了 好男性 继续 新增电话号码以下有更多服务 您可以是 您可以是需要将你的电话号码新增到账户 供Google各项服务使用 您的电话号码将于接听视讯电话后接听接收简讯 好然后这个地方呢 故意按略过 好了 我同意 好你看他还在转 OK建立成功了 这个Gmail账号已经建立完毕了 好这时候呢 我要测验一下 我要测试一下 万一我忘记了这个账号的密码 我先把它登出 离开 登入 这时候呢 要你输入密码 然后我忘记了 我乱打 我乱打 按继续 他告诉我密码错了怎么办 好如果是忘记的话呢 请按忘记密码 然后重设 好我们现在重点来咯 怎么样重设密码 我们要看一下他的忘记密码流程 好按忘记密码 好这时候呢 他告诉你说 请说你印象中替这个Google帐号最后设定密码 我就是忘了啊 好随便乱打 继续 好这时候他就告诉你 因为我刚乱打嘛 所以呢 取得验证码 将验证码传到手机号码 然后是要语音来电呢 还是简讯 如果是眼睛不清楚 看不清楚的人 你就用语音来电 用听的 那万一我手机不在身边怎么办 因为用手机简讯的话很简单嘛 我就看一下简讯 然后输入简讯的那一个验证码 我就通过了 我就可以重新设定我的密码 万一我的手机不在身边 我故意按这个手机不在身边 好他就告诉你说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审查您的要求 请输入方便日后与您联络的电子邮件地址 可是刚刚讲了 我们也没有填写备用的联络邮件地址 那这时候呢 你这边只好去填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的email 然后告诉他 他可能会收到一些讯息 再请他帮你回复 可是你就没朋友啊 所以呢 我们继续试试其他方法 好这样够刁专吧 好了 为确保您的账户安全 Google必须确认您是这个账户的拥有者 如果要复原您的账户 请再次尝试登录 并尽可能回答所有的问题 好再试一次 这边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或者是电话号码 好我故意再输入一次 就是 继续 你看 他要回到这个步骤了 请述您印象中替这个账户 最后的这里面 我就是忘记了啊 所以我就是试试其他方法 你看是不是进入这个循环了 好吧 所以结论就是呢 我们先把它做完好了 简讯 他发封简讯过来了 看一下我的简讯 进来了 087219 继续 OK 简讯通过了 这时候呢 他就要你重新建立你的密码 我故意建立跟之前一样的密码 储存密码 建立高强度密码 设定一个新的高强度密码 不要与其他网站的密码重复 所以意思是说 我之前的密码不能用咯 再试一次看看 继续密码 好 他这边告诉你说 安全设定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 请继续前往Gmail OK 前往 好了 登录了 安全性快信 已成功取回你的账户 所以结论就是 如果你一开始在注册email的时候 有根据他的指示 先输入你的手机号码的话 之后呢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利用你的手机简讯的验证码 去取回你这个重新设定的Gmail的密码 但是如果你没有手机的话呢 像刚那个步骤 手机不在身边的话呢 那你只能填写一个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家人的一个email 那之后呢 你家人的email收到讯息之后呢 你们再去彼此沟通一下 看怎么样去做后续的处理 也许是他会把 重新设定密码的那个方式的连结 验证的连结呢 发给你家人的email 那再请他们去做点击 然后去重新设定密码 这是我猜的 应该是这样的步骤 否则也没有任何其他方法 可以去拿回你的密码了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假设我想要更改我原本的密码 应该怎么办 首先你登录了之后 在右上角这个 你自己的头像这边点击一下 这边有一个管理你的Google帐户 然后点进去 这边就会有一个安全性 点击这个安全性 这里有一个密码的地方 你就点这个密码的地方 然后呢 他要你输入你目前的密码 因为你知道你的密码 所以我就先输入你目前的密码 好接着按继续 这时候就会出现这个 你自己去设定一个新的密码 好按变更密码 这个密码之前用过了 你最近已使用这种密码 请改用其他密码 好吧那你就继续改吧 总之你改完之后呢 你的密码就可以更改成功了 那如果你不想改了 好像我现在我不想改了嘛 我就把这个页面关掉就没事了 我的密码就维持原本的密码 这样就好了 好这一节呢主要就是讲 万一你忘记了Gmail的密码怎么取回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密码 而且登录的状态下 你怎么要去更改你原本的密码 好我们讲到这边 我是刘奶爸 我们下次见拜拜